五角大樓表示 美國的空襲打擊了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激進分子 他們正計劃對美國或歐洲發動襲擊 美軍中央司令部說 星期三晚上的空襲擊中了靠近土耳其邊界的薩爾瑪達鎮 附近的五個呼羅山組織目標 戰機襲擊了恐怖分子 摧毀了車輛、建築及製造炸彈的設施 一名不願意透露聲明的五角大樓官員說 襲擊目標之一是一名歸依伊斯蘭教的法國人 被懷疑為基地組織製造炸彈的大衛德里蓉 目前還未有人能確認德里蓉 或任何其他嫌疑人是否被打死 五角大樓表示 官方採取那段措施是為了保護美國的利益 消除恐怖分子的行動能力 呼羅山組織 由魯斯拉陣線以後是基地組織極端分子組成 五角大樓說 這些人趁著敘利亞的混亂局勢計劃對西方發動襲擊 五角大樓說 呼羅山組織沒有參與 推翻敘利亞總統阿瑟德的鬥爭 也沒有幫助保護敘利亞人民 通識人 美國商務 tomb 投資人 Tudo 在裡面 找他們 org 迢 俄